不过相较于俄罗斯自豪他们有超高音速飞弹 中国更自豪的是他们正式进入双航母时代 现在除了辽宁舰 更多了一个海上利器 也就是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 辽宁舰的舰载机是歼15 最多可以搭载24架 那么另外山东舰的舰载机到底会是哪一架呢 各界瞩目 中国航空工业就在官方微博卖了个关子 说这个性能太过先进了不宜公开 但是从它外形轮廓来看 外界怀疑很有可能就是中国五代逆宗战机歼31 好那为什么不是歼20呢 我们就来比较一下 歼20是重型机 相较于歼31过于笨重 而且歼31轻巧迷你 舰载的数量也能比较多 如果再拿来跟美国的F35战机相比 歼31在升级之后2.0版本 外形上变厚变壮 而且更多的空间有利于提升载油量 只不过歼31从2012年首飞至今 还在试飞阶段 还没有进入量产 提到美国哈佛大学在各项评鉴中总是名列前茅 但是美国媒体爆料 挤进这一所知名学府的窄门 靠的可不是天资聪颖 而是家长的财力 就连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库许娜 当年能进哈佛也跟爸爸捐了250万美元给校方 不无关系 种种的负面消息 已经让哈佛大学的优质形象蒙成 秉庆您一神等待放榜 努力耕耘18年终于能进梦想大学 但您以为认真苦读或是天资异禀 就能进入一流学府吗 人人都想成为人生胜利组 寄进美国长春藤学校 一种台面下的交易 一女儿生 美国名人隐姓富豪 靠行贿等各种手段 把子女送入顶尖大学 欲望是男女心费力西地赫富曼 花费大约台币46万给仲介 招枪手修改长女大学考试答案 经典影集 俏皮老爸天才娃 女心罗雷洛琳 支付超过台币1500万 让两个女儿以提宝生身份 进入男家大就读 罗莉洛琳女儿 走后门上名校 被人发现 玄霸 隆喜 形象崩坏的 恐怕还有她 川普女婿库什纳 当年进入哈佛大学 原来库什纳爸爸 捐了250万美元给哈佛 成奇普通能上哈佛 尽管库什纳家族回应 两者没关联 但很难不让人多做联想 哈佛的美国名校学历 恐怕再也不能让人 闲于翻身 而是世世代代的阶级复制 三明新闻来红报道 但不管是不是名校 恐怕以后都会面临 招不到学生的窘境 我们来看看 日本少子高龄化趋势 越来越严重 在2019年的新生儿 出生数创统计以来新低 跌破90万大关 只剩下86.4万人 那新生儿人数变少 也跟年轻人晚婚 不婚比例高有关 这似乎也让日本人口老化的趋势 越来越明显 每个人心目中都有最喜爱的摩托车品牌 不过在日本 摩托车的代名词就是本田Honda 1949年推出了第一款自主打造的摩托车后 他们在70年内屹立不摇 而现在的累积生产量更是达到4亿台 在全球的摩托车市占率超过三成 苹果在2019年推出新机 iPhone 11 Pro 还有个新色就是夜幕绿 让很多果粉一看惊艳 这一款新色其实是出自于日本一间 只有160名员工的油墨制造厂 而当初苹果跟他们接洽 可是长达4年的时间 才完成了最终测试合作 库克甚至亲自飞到日本 跟着间油墨厂商见面 感谢他们技术精神 西谷钢铁人马斯克则是宣布 在拉斯维加斯打造的地底商用隧道 已经完工 通行的高速驾驶电动车能以250公里的时速 在隧道中载客 直接避开了路面的拥挤交通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 美国正式成立了太空军 在今年启动一连串的火星计划 而中国也在太空竞赛中挤起直追 不只锁定了火星 也要部署国际太空站 欢迎联合国成员都能够进入 因此探索太空除了已经是先进国家的险学 也让中美争霸战搬上外太空 日产汽车前董事长高恩爆出丑闻 他因为涉嫌短报薪资挪用公款等四项罪名 被日本的警方给逮捕了 好但是去年四月份 他以大约四亿台币的天价获得交保 没想到选在2019年最后一天 气保潜逃 化名了其他的假名 搭乘私人飞机飞往黎巴嫩 英国亿万富翁理查布兰森 他创办了维珍集团 旗下涵盖的事业众多 最有名的应该就是维珍航空 不过当初会创办这一家航空公司 主要原因跟一个女生有关 中国连锁火锅店海底捞 主打花招百出的桌边服务 不管是穿去变脸还是美甲服务通通有 生日也能帮你唱歌祝福 只不过这样夸张的表演方式 有部分消费者觉得有点困扰 因此海底捞要改变服务模式 现在推出了请勿打扰的服务来试水温 在中国拥有600多间分店的真功夫餐厅 因为使用了李小龙的logo 被李小龙的女儿提告 而现在上海法院也宣判餐厅侵权了 必须赔偿9.2亿台币 新加坡的国民品牌小CK主打评价快时尚 但现在在中国被删债了 这乍看之下招牌是一样的 但其实被换了三个字母 很多消费者买回家才发现自己被骗 科技在进步 但这似乎也违反了自然法则 带您来看到中国一名科学家宣布 他以基因编辑的方式 打造出全球首例的艾滋免疫婴儿 但现在却因为触犯非法刑医罪 被判处三年徒刑 美国有一名石敬秀明星 宠女儿无极限 他砸了百万帮女儿干游乐园生日趴 耶旦节还送上昂贵的钻戒 粉丝都看傻眼了 感谢您收看360大世界 我们再会